堂堂迈入第四届的瑞穗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而这次参赛的茶样点数首度破败 加上近几年有机农户以及有机茶园的面积增加 因此农会不但办理评鉴比赛更提升了生产技术 再者也积极辅导农民朝向五鹤有机茶村的方向来展开 第四届瑞穗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顺利圆满落幕 对于这一次参赛茶样点首度破败 台东茶改厂等各界对于五鹤有机茶产业的发展 抱持正面态度也寄予厚望 今年有机农箱红茶金牌 达到蜜香红茶风味轮的表征 茶汤滋味层次丰富蜜味与花果香气迷人 为乌鹤茶区独有的风味特色相当具有市场竞争力 好像我们的瑞士就把新草青团就带到我们场 就欣赏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种公业性的差别是让别人所谓的竞争性 那今天的比赛我们缺和蜜香跟花果的比赛 瑞士香茶产业蓬勃发展 在蜜香红茶特色茶的带动下 茶园栽种面积不减反增 尤其有更多茶农 也逐渐朝向有机栽培管理 在有机茶产业独占凹头 瑞士香农会四年前就首度开办 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精进生产技术也积极辅导农民 共同朝有机村的方向来发展 我们一直希望把五鹤茶区 导向一个有机无堵的一个茶区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来 办理我们的这个有机的蜜香红茶 我们期盼有一天 整个这个蜜香红茶的比赛 都是朝有机的方向来进行 那也期盼所有的选手将来交的茶叶 都是有机的 有机茶相较于惯形或自然农法产量 要来得更少 不过在农会积极辅导协助下 瑞士香投入有机茶生产的农户就有十多位 总面积也有达到将近二十多公顷 农会也透过专业的评鉴 能为台湾茶饮品质安全把关 与国际食安环境接轨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导 结尾欞瑞瑞瑞这次还满开 包扫毛 如果值得更多 绝起来